六天有很多定規的律師見到 為了可以讓UK勤募力 欣賞六天的傳統老廚 一間餐飲才 特別是一間台幼200年的老廚進行監修 讓UK在吃飯的東西 也還可以上色來欣賞定規的律師文化 今天幾點來 傳統的目標見到 高射高胖 到現在的見到消費 多出了一些溫度 六天的商店真有文化 有很多定規的律師見到 為了UK勤募力 以形象六天的傳統老廚 六天一間餐飲才 特別是一間台幼200年的老廚進行監修 讓人家在用餐的時候 也能拼避這段規律師的文化 入港200年的老房子 以前這個在老街上 它是傳統行 所以它這個典型的 民室的街屋的建築 長條屋的建築 那這個建築 因為屋主在四年前翻修的時候 它在之前都是荒廢的狀態 然後四年前裝修的時候 它就也恢復原狀 然後也依照比較古樸的方式來 來恢復原狀 所以我們兩年前搬來這邊的時候 我們只是依照這樣的基礎 沒有過多的裝飾 那我們現在就是 裝修最大的裝修就是 前屋主施浪府先生 他的墨寶 和入港在地先賢的一些赤畫 這是我們最大的裝修 也是我們最引以為好的地方 傳統的老建築 沒有曾經出租 六港的文林施浪府 流入的作品 也只跟六港的白雕大師 黃馬慶跟 皮雕大師施斷仁配合 將他們的作品 放在這點來電視 我們就是跟入港在地的木雕 皮雕的大師來做配合 他有提供給我們 他們的藝術創作品 然後在我們這邊展示 讓我們的客人 可以在這邊用餐之餘 也可以瞭解這個老屋 老屋房子的結構 也可以瞭解入港在地 藝術文化的一個風貌 因為我的作品 最適合在這個古樓 我感覺是因為我作的木雕 參國廚的融合度比較高 因為這次像這個菜櫃來說 我感覺是因為我的菜櫃 大部分應該是乾掉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它乾掉的東西 它變化很大 因為普通它的皮會好起來 裡面就有蒸 它在蒸就是它會有種子的落在大地 它還要重生 這種東西就是 我感覺生存部是好像 像一個傳承的一個種子 一直在散佈能量在環境裡 老屋多花在理由 不能保存定位的利息見到 也這樣也能夠救出近UK 讓文化和經濟都可以享受 新華新聞 傳 Kenned fairy�als 向彎 相信我們是